大家好 最近中共北京政府多次提出 向香港的商家提出 要他們多為建設香港作出貢獻 其中包括很早之前 我記得習近平還給香港的所謂寧波幫 寫得信 寫得信 又是要他們做出貢獻 最近好像保隆還是誰有教 總之一直呼籲香港的那些商家 要為祖國建設 為大灣區建設 為香港建設 作出具體的貢獻 首先我們要聽共產黨的那些話 它叫什麼叫具體貢獻 首先它是對香港商家不滿的 如果你是滿意你就不需要這樣說的 這個是肯定的 它是不滿的 對香港商家不滿 就要一邊講貢獻 公來公去就是什麼? 其實等於中國古代的皇帝要下面的人朝供 朝供就是你朝供什麼?就是金銀珠寶 所以其實港版就說 喂 香港那些商家 打開你的錢包 拿錢出來 我記得最近好像新世界 新世界又是得到中共的呼籲 要為祖國建設 為大灣區建設作出貢獻 那聽說大灣區就有超過一百個項目 就是各種各樣的項目 主要是基礎建設 或者什麼豪華大酒店啊 或者什麼豪華大酒店啊 那一類的 各種各樣的建設 一百多個項目呢 要求呢 不是要求 希望 希望新世界這個財團 這個財團 為這個大灣區建設作出貢獻 那據我所知呢 這個新世界的總裁 在想了一輪之後呢 就只是同意在三個項目裡面投資而已 還有呢 當時呢 他還說 他還說 哎呀 為什麼現在中央要我們多貢獻呢 是因為呢 中國大陸的企業啊 他們自己沒有錢啊 所以搞了一百個項目啊 沒人願意去投票啊 沒人願意去花你的錢啊 所以 老實講一句 共產黨 大家要知道啊 我說出來 你可能甚至覺得很難聽 或者很難相信啊 共產黨他們怎麼起價的 當時 大家可能聽過一個這樣的名詞 叫做什麼 打土豪啊 打土豪啊 他們自己是土匪 他要錢的時候呢 就所謂土豪 就是當時中國大陸地方上 很多那些有錢人啊 那些富豪啊 他們真的啊 真的去搶劫他們的 不是說笑的 那時候呢 是鬧革命時代呢 那就可以砸著槍衝進去豪宅裡面啊 把那些富豪 甚至槍斃啊 把他們的錢財全搶了 連他們的老婆妻妻啊 都搶了 共產黨當時是這樣的啊 在那個所謂革命時代啊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提這個呢 就是他們那些 他們那個思維啊 是跟我們正常人一樣的 我們正常人 我們正常人 都不一定會想起要去打劫那些富豪啊 那共產黨就美其名為 劫富劫貧 其實都是 劫富劫我啊 他不是劫貧啊 你看現在中國大佬 他們共產黨沒有錢了 錢越來越少了 是吧 所以前幾年 習近平就已經大叫國進民退了啊 那大家知道國進民退表面的意思是 是國營企業要扮演一個更加重要的角色 而這個民營企業呢 就要讓步 將這些空位讓出來啊 其實呢 就是一種所謂合法化的搶劫 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因為國營企業的錢呢 就是共產黨的錢 什麼國營啊 聽得很好聽啊 國家所有制 公有制 全民所有制 哇 聽得很好聽 誰是全民啊 你在國營企業賺了錢的錢 我收到嗎 我收到什麼啊 如果我不是在你國營企業裡面工作的 我就會收一些工資 如果不是你 我不屬於國營企業的 我有什麼錢呢 國營企業的錢就是共產黨的錢 國進民退就是將民營企業 辛辛苦苦的賺來的錢 將它由共產黨來上去 就是這樣的意思 它又不會派出一個共產黨的黨委書記 共產黨的什麼什麼來搶你的錢 國進民退 鼓勵國營企業要收購民營企業 不收購是很正常的 是吧 當然後面有共產黨 因為共產黨是大權在 獨裁專政大權在 一個國營企業後面有很多共產黨的高官做後台的 它說要收購你這個小小的民營企業 你敢說不讓它買? 它說 你說你的民營企業是值8千萬的 但是它說 我認為你的市價只是3千萬 你敢說不買? 你敢說不買? 你可以說不買 但是你後禍就無窮了 沒多久你就被人懷疑了 曾經貪污 曾經違法什麼 莫須有一個罪名將你拉出去 審盤 審了 還慘了 審完之後是什麼? 說你有罪 說你偷稅漏稅 要你賠多少千萬 你賠的錢 給那個3千萬 要多得多了 所以這些就是現在要香港的商家作出共演 其實港白就是要你的錢 就是要你的錢 那麼大家要明白 我一直呢 其實我應該如果更加精準地說呢 自從2015年呢 我就認為呢 中國的經濟已經到了頂峰了 只會下 不會上的 問題就是下 下得多快 下得多快 那麼 那個過程呢 是比較漫長的 因為2015年呢 我已經感覺到呢 或者看到呢 中國經濟是已經下落的了 但是呢 那個時候呢 那些仍然可以有機會呢 你借新的錢 還好錢 所以 velenken 還好賣本還好賣方面 所以呢 就可以拖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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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呢 可以 哇 know GDP啊 又有百分之七啊 database 之有百分之八啊 那說 就好像很厲害啊 但是大家知道 我經常醒大家 GDP是反映經濟活動 你去借了很多 你借了幾億人民幣 去做一個什麼項目 那個GDP就上去的 但是你那個項目賺不賺錢 GDP不會告訴你 你可以投資很多項目 GDP上去很多 但是每個項目都可以大規本的 規本是後螺絲出現的 你建設的時候 你可能這個項目要三年的時間建設 這三年之內你就不斷增加你中國的GDP 好了 到你建好這個時候 那你要回報的嘛 你要回收你的投資 如果你是虧本的話 那就這樣 最後你會搞到別人的錢還不到 那又要想辦法去借新的錢來保住 那就是 由2001年開始就已經出現這種情況 不斷用新財款來還舊賬 但是這些東西 你可以玩這樣幾年就可以了 不可以你這樣玩下去的 最後所有銀行都看穿你了 算了 不借錢給你了 你即使給我多少回購 我都不借了 所以才會出現 好像恆大這些大公司破產 現在中國的破產風危險 破產潮是會繼續擴大 繼續擴大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沒辦法了 到處賺錢 所以就求香港 因為香港共產黨的眼裡 認為香港人還是有些錢嘛 尤其是香港的商家 但是你看一下李嘉誠很棒嘛 所以李嘉誠現在他的錢全部都不合 就是從來 從2015年 他基本上沒有在中國大陸增加他的投資 而是一步一步撤資 撤了資之後還將他的資金投向其他國家 投向歐洲 投向主要是歐洲 所以李嘉誠是李嘉誠 個個不一樣 好像李嘉誠那樣 不過我經常都說 香港來講 李嘉誠是一種大籌作用的 現在大家看到很多人都會跟著他這樣做的 好 今次就講到這裡